双胞胎女团左左右右目前正在就读九年级,但出乐坛多时的俩姊妹,为了公益单曲现唱,介入变声期的她们有些许吃力,左左自嘲,高音有点上不去了,要适应老了的声音。 对于录音也感到紧张,直呼,好显这首是熟悉的歌曲,所以比较轻松一点。 原来左左右右早在2014年,就曾配唱过第一版的谢谢老师,这次相隔多年重现谢谢老师,世代甜心版,改与黄韵玲、徐薇老师、吴珊如一起录音合唱。 近来专注学业的左左右右,即将面临升学考试,以往一周住校四天,现在也改为一周住校五天,要全力冲刺课业。 左左右右自2018年后,就没有再推出新作品,姊妹俩表示,近期的目标就是好好读书和练舞,等到念高中开始,想要学习创作累积演艺能量,透露长远的目标,还是要重返小巨蛋开唱,对于演艺圈仍有着远大梦想。 还有人说,成名太早,会破坏孩子们的童年生活,更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成长。 相当见谈的姐妹俩,谈及介爱另一事,也大放直言对恋爱兴趣缺缺,还说交男友很麻烦,而且他们念女校,下课就去舞蹈教室,那里也都是女生。 看到班上有同学交男友,也不会羡慕,认为比起早上花大把时间化妆,不如睡饱比较实际,成熟又直率的想法,一度逗笑在场记者。 至于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谈恋爱,两人齐生活应不一定,但现在就是先专心练舞,目前姐妹俩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街舞比赛做准备。 姐妹两人从小感情好,白天形影不离,晚上也睡一起,开学后因不同班,不同寝室,第一次分开睡,坦言一开始不习惯,睡觉时还会想家,但发现同学想家想到哭,在忙着安慰同学的时候,也就忘记自己很想家了。 她们分享,当初中生的体会就是考试很多,老师教学进度快,不过已经慢慢适应了,也很高兴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。 两人都蜕变成了可爱的小少女,现在身高约145、144公分,拥有一双漂亮长腿,不过她们很担心只能长到153公分。 因为之前曾去看过生长科,医生说可能只长到153,惹得两姐妹苦恼地说不知道能不能突破。 现在的她们除了用功读书,也期待之后能推出好的作品,更希望可以一直继续长高。 回想当年,这对姐妹花五岁就靠着可爱颜值红遍大江南北,姐姐本名叫谢左妮,妹妹则是谢右妮。 当时姐妹俩堪称小朋友界的天团,而为了巩固实力,妈妈更是每月花四万元栽培姐妹俩去学才艺,涵盖小提琴、跳舞、英文等六个领域。 甚至苦学跆拳道三年,是为了要保护自己,也能练反应。 被问到,难道是曾遇过登徒子时,左左右右那时透露自己没遇过,但妈妈小时候曾在楼梯间遇到登徒子说想要她的袜子, 被妈妈拒绝后,对方静说,不给那要脱裤子,幸好刚好有打扫阿姨下楼,才得以逃走。 此外,左左右右也坦言所有才艺当中,就属小提琴最难,很容易拉到别的弦。 不过因为有钢琴底子的关系,所以琴谱并不难懂。 值得一提的是,左左右右在妈妈肚子里就已上演过不为人知的惊喜小故事。 妈妈怀孕前三个月,没人知道怀的是双胞胎,直到孕期十二周产检时,医师才告知还有另一个宝宝。 左左说,妈妈那时还一直问医生是不是搞错了,因为之前在其他医院产检都说只有一个。 而意外天降的惊喜小生命,分别乖乖待在子宫的左右两边,左左,右右这俏皮的名字,打从娘胎就跟着两人。 但是,在问到谁是姐姐,谁是妹妹时,姐妹俩竟然抢着回答,都是姐姐。 原来生产时是左左掀出来,但若照超音波以胚胎来看,右右则是第一颗卵,左左是分裂出来的第二颗,因此生长大小碗右右两天。 他们也分享妈妈曾说,怀孕后爸爸因工作关系调派去内地,妈妈大多亿人在台湾,且怀孕后期水肿非常严重,半夜下床,脚一踏地就刺痛得不得了,比怀单胎的妈妈更不舒服。 而且出生后,左左一开始还被留院观察,满月才接回家,反观右右,则和妈妈待在家里,并请月嫂来家中帮忙。 当时妈妈没有去住月子中心,而是请了阿姨来家里帮忙,这样她才能在家里适应怎么照顾姐妹俩,免得从月子中心回家以后还要重新适应一次。 他们还透露,觉得妈妈像是超级女超人,因为她一个人带两个宝宝,居然可以在他们两个月大时,就让还是小婴儿的两人一觉到天亮。 而这个秘诀,就在于表格,妈妈会详细记录喂奶、体温、排便的时间,让孩子适应规律的生活,且晚上12点喝完最后一次奶,就可以睡到早上6点。 在左左右右的婴儿时期,母女三人和在内地工作的爸爸相隔两地,导致姐妹俩也跟着过上空中飞人的日子,夏天飞去内地陪爸爸三个月,冬天就飞回台湾。 又又也笑着说,当时他们俩回台湾以后,爸爸根本都找不到女儿,因为四个阿姨太喜欢他们,所以轮流邀姐妹俩去住他们家,以至于他们连自己的家都没回。 前些年,左左右右因网络上一则两人扭臀对打跆拳道的影片而受到瞩目,其实也和阿姨有关,原来他们的遗仗就是跆拳道教练,还曾交出好几位知名队员。 除了爱看书,左左右右也喜欢长发公主的卡通,两人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,就是希望像长发公主一样,而妈妈答应让两人留长发的唯一条件,就是要自己洗头,吹干。 不过,其实两人在五岁那个暑假就学会了,因为夏天比较不容易着凉,妈妈要他们练习每天自己洗头,还说洗不干净也没关系,然后他们就真的学会了。 两人也分享曾经阴感时间,在家上演吹发接力火车,他们同时拿了两台吹风机,一台妈妈帮右右吹,右右则接着一台帮左左吹,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 而且乖巧的左左与右右,小时候还经常在家中上演四脚连彩,替爸爸按摩。 而家庭亲子关系紧密,从平日的互动细节中也可略知一二。 例如,爸爸觉得右右像小狗,下班回来打开门,右右会跑过去抱大腿讨抱抱,而左左则像猫咪,看到爸爸回来了,会抬头给爸爸一个微笑。 他们也分享,除了去美国参加过艾伦秀,2015年跨年也参加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。 结果上台前一天晚上,他们睡到打呼流口水,反而是爸爸紧张到睡不着,一直走来走去坐立不安。 妈妈也说,爸爸怪怪的,直说,又不是他要表演,干嘛那么紧张。 回想起去美国的经验,左左右右说,我们之前去了美国三次,有好多好多美好的回忆和惊喜,而且在舞台上就好像在玩一样,下台以后看到妈妈在哭,原来她是因为感动于我们俩的表现。 此外,有很多人会好奇,这么小的两个孩子,为何上台面对观众却不紧张? 结果他们颇有默契地同时回答,只要站在那边跳舞就好了。 原来,第一次到电视台表演,其实是两人自己跟妈妈要求的,而且加上彼此有伴,一起上台几乎不害羞,这也是他们不怕声的原因。 虽是双胞胎,但仔细观察两人外表仍有些许不同, 例如,右右脸上有一颗痣,左左的声音比较细,随着年龄增长,他们也说出了双胞胎的心声,不想要凡事都一模一样。 左左的想法是,因为从小打扮,穿着都一样,现在觉得每次都一样,很没意思,而右右也觉得不一定每次都要一模一样。 两人的个性也大不相同,例如在妈妈眼里,右右比较胆小,黏妈妈,但对人很有善,快熟,左左看起来就比较大胆,但对陌生人比较没那么快亲近。 虽然在旁人眼中两人相似度极高,但他们认为自己独一无二。 对于同心而言,其实左左右右对自己已经很有约束力,也明白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书,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 也希望他们在课余时间可以多多登台,为喜爱他们的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瞬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